來看我們的團隊 威靈精神的追新聞PLUS 最近有網友在社群媒體上面 把他前輩的薪資單給貼了出來 好 這薪資單到底有什麼了不起 上面26萬塊錢一個月薪水 這到底是做什麼的呢 原來是從事電焊工作 這個薪資單上面就直接有明顯 日薪是6000塊錢 那如果把稅扣一扣的話呢 他大概每個月就是實領262754元 不過網友其實也提到了一個重點 因為高薪水就伴隨著高風險 他必須要扛十幾公斤的這個焊接器 在高樓上面移動 那如果真的有個萬一 最後可能真的會有生命危險 而另外日本受到了武漢肺炎的影響 機業家在昨天宣布 將在明年的二月底之前 關閉最多150家的店鋪 那這個範圍呢 會是全球 原因就是因為呢 他們的第一季財報 比起了同期衰退了24.8% 虧損超過11.16台幣 最後陸軍跟美國採購了 M142海馬斯多管火金系統 以及 M109A6帕拉丁自走炮 那目前呢 這兩個的軍售案 都已經進入了最後的階段 最快在9月之後就會有結果 當然這筆軍購案呢 也編列了超過150億元 台灣為了保護自己砸錢買裝備 至於對岸的中國也是砸錢 但是主力放在對各國進行大外宣 不過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大外宣同樣在共產政權的國家 有用嗎 最近俄羅斯的媒體就批評了 說中國鱷魚版的大外宣品質啊 我們的標題直接給它下踢鐵板 為什麼呢 因為俄羅斯認為這品質實在很差 實在低落 根本沒人想看 但是為什麼呢 俄羅斯的網路媒體叫做莫斯科回聲 那前天就寫了一篇報導 認為呢 主要是因為啊 中國真正了解俄羅斯的人才 恐怕是不夠多 那所以呢 優秀的俄羅斯記者 不願意到中國來進行這個外宣的工作 那當然也不會到這些機構來工作 所以大部分呢 幫忙寫稿的啊 都會是一些俄羅斯的家庭主婦 那他們可能沒有一些什麼國際政治的背景 當然也不會了解中國的國情 那另一方面 報導也分析 中國在俄羅斯外宣失敗的原因呢 是因為中國媒體的屬性 怎麼說 因為他們天生比較注重灌輸以及宣傳 所以在措辭上面呢 感覺讓人好像有一些巴骨 另外還有一些官腔 所以現代的俄羅斯人 尤其是一些年輕人 可能看了這些文章就會覺得說 怎麼好像有點陌生 簡明二要來說 就是寫的內容不夠親民 俄國的媒體呢甚至還說啊 中國其實曾經做了一件事情 他們封殺了總統普丁的文章 好 這篇文章在講什麼呢 文章主要在講二戰勝利的75週年 所以這件事情呢 讓莫斯科當局是相當的不滿 所以現在中國跟俄羅斯的關係 因為這篇文章 俄羅斯有一點不滿哦 那所以這兩個國家的關係到底怎麼樣呢 香港的國際問題研究所湯君佑 最近在一場座談會上面就說了 你看一下中國的一帶一路 另外還有普丁所推出的歐亞經濟同盟 這兩個東西其實不是互相衝突嗎 因為俄羅斯想要追求的就是歐亞中心的夢想 但是你習近平的一帶一路一推出來 這兩個國家的關係就有一些在利益上面的相抵觸 所以兩國未來到底會怎麼發展呢 其實態度已經很明顯了 再來還有一個案例 中國在2014年的時候呢 跟俄羅斯買了S-400的防空飛彈 那當年呢還花了台幣大概1500億 但是俄羅斯居然宣布無限期暫停交付飛彈 為什麼呢 最近有一個媒體啊 它的名字叫做LIFEMIT 這個國外媒體呢 是說因為中國在俄國的境內 來從事一些有關於間諜的活動 那這些間諜活動呢 可能還已經拿到了這個俄羅斯的國家機密 那中國大陸呢 他們是收買了一個聖彼得堡 叫做米特科的社科院院長來當間諜 那就像我剛剛說的 可能這個傢伙已經取得了俄羅斯的國家機密 所以俄羅斯才會下令說 好我飛彈不給你了 不過中國媒體說 是因為俄羅斯不想要影響啊 這個中國大陸的共軍在防疫 所以呢不想替中國添亂 所以呢這個飛彈才先不給 那有沒有這麼暖心呢 我們來看一下在比中國晚四年簽約 而且晚四年購買的印度 現在已經有消息傳出了 他們最快呢在明年呢 就有機會拿到了這個S400的飛彈 而且呢俄國的軍事顧問 還會替印度來操縱以及維護S400 俄羅斯誰不挑就挑你中國的敵人 所以現在中俄印三個國家 環環相骨骨骨骨的關係 彼此還透過證據來互相簽據 所以回歸到我們剛剛一開始所問的 中國跟俄羅斯的感情到底怎麼樣 或許講到這裡 你大概就可以評斷一二 那美國現在其實還有另外一方面的問題 就是已經有27個週次發出了警告 他們頻繁收到了一些來自中國的不明種子包裹 那沒有想到呢 這個種子包裹現在台灣也出現了 有民眾在7月初的時候呢 收到了中國包裹裡面呢 他裝著一袋植物培養土 那幸好這個人的警覺性很高 直接交給房檢局來做銷毀